哈囉 大家好 我是蕭比志 玩瑜的朋友大家好 其實就是很開心 玩瑜可以度過這個26週年 然後 玩瑜對我來講 真的就像是一個 最完整的家 對 因為裡面的工作人員 都對我們非常的照顧 然後也給了我們非常多的幫助 所以希望他們不只有 這個26週年 可以一直延續到很久很久以後 那那個接下來 因為你剛剛有說嘛 玩瑜其實有陪你走過很多珍貴的 回憶 很多珍貴的時期 然後玩瑜今天有準備了一段小影片 想要給你看 這樣子 大家我們是 好青澀 秉智從MP魔幻力量時期 又參與過玩瑜大大小小的單元 更曾挑戰在現實內 排好五千片骨牌的任務 只是在排骨牌中途 寄出的各項臨時考驗 可是讓秉智鬧出不少笑話 婷婷 你還堅持戴墨鏡嗎 你今天還看得到嗎 不是 婷婷超強 她戴墨鏡 你前面是什麼顏色的 你幹嘛弄什麼樣 黃色 紅色 藍色 不是 真的 等一下 婷婷你超強 我是摸在墨鏡後面的男人 在那邊在那邊 我那邊在那邊 你看這位 現在是在幹嘛 在那邊嗎 我真的覺得很黑 終於說出內心話的秉智 讓大家笑到不行 而骨牌站的第一個考驗 更是讓她嚇得直發抖 是果果耶 你那時候很怕狗 對 我那時候很怕狗 完蛋了 完蛋了 那狗都很原本 那時候還沒養出血條 還沒 那時候超怕狗 原本 原本 當初如此害怕狗狗的秉智 如今成了豬血糕的蠶食官 可借剛剛的魅力有多大 而除了這段畫面 令人印象深刻外 秉智還存在玩瑜 游泳這一段情緣 這集滿尷尬的 太尷尬 莫莉 妳去吹蠟燭 像剛剛 妳在剛剛這樣子 就我直接幫妳趴一下 什麼組都有看的 妳來啦 不難到的 妳膝蓋肌膀要擦了 好輕鬆 五 妳怎麼會這樣 三 二 五 妳多有名 妳好 我最怕玩這種變態的遊戲 真的有一次 那一集膝蓋的感覺怎麼樣 他有點痛快 不可以這樣痛快 莫莉這一腳好險 沒有造成什麼重大傷害 看完這些畫面的秉智 相信曾經在玩瑜的回憶 也都全部湧現 謝謝秉智一直以來 對玩瑜的支持 未來我們也會持續陪在秉智身邊 看了滿感動的啦 是不是 很多耶 對 排骨牌那個是什麼 排骨牌 其實是一個 摸黑丸骨牌的概念 為什麼 等一下為什麼你們那時候 要去排骨牌 其實我也忘記了 反正就是一個挑戰啦 然後你們戴著摸進排骨牌 對 真的看得到嗎 就是還可以啦 灰灰黑黑黑的 他那個七仙女那個呢 七仙女就是我最怕的遊戲 就在跟人家互動啊 然後就是要夾氣球什麼的 我覺得最尷尬 而且他直接撲到你身上 對 直接吸擊我的那個 哇 這個舒服了 舒服 真的 真的很多回憶耶 對啊 除了這些 你自己還有沒有其他的 在玩瑜 有印象深刻的通告之類的 印象深刻還有一個是 我們一起去香港提示你 哇 這個也很經典 對 那個時候 感覺真的是大革命情感 那玩瑜即將二十六歲 影片最後 你要不要祝玩瑜 那個生日快樂 二十六週年之類的 好 祝福這個 完全娛樂二十六週年 生日快樂 然後希望你們可以 一直持續到一百歲 完全娛樂